美国纽约核心区的慈情生活营 有来自纽约波士顿的大学生参加 课程设计很活泼 让71位学员学习到修正自己 言行举止的方法 这样躺着并不是犯了错 而是能够这样卧睡更合乎于理 美国纽约核心区慈情生活营 在波士顿联络处举行 来自各大学共71位学员 平时已经忙于研究课业 因此两天迎对当中 客户安排相当的活泼 土地有多么珍贵 大家起来动一动 就能联想到人们是如何的破坏它 少混多素的食物 是不是真的难以下咽 亲手了解食物的制作 就能明白非素不可的重要 借此更能认识宗教的意义 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言行 而不是说坐在那里翻开经书 或是说一起来看这个短片 不是的 修行从行柱坐卧坐起 走出去传递大爱精神 此情们希望带动年轻人 更早懂得把握付出的刚下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 李婉玲 何淑龙 邱志远 美国报道